當我們帶領人信耶穌最好愈清楚愈好 因為這意義是永恆的 天堂和地獄是一線之差的分別 所以我們帶領人信耶穌,尤其在病床上 嚴重的時候,無論他不是病床 都是幫他跟耶穌 在病床上,我們可能覺得很難 好像很難清楚 我覺得有幾點很重要 第一,清楚知道我們是罪人 我們得罪神的,我們的罪要受審判 所以我們需要耶穌,耶穌是真神來赦免我們的罪 我們需要徐福跟祂說,或者知道祂有犯過的罪 不過不要用一種指責的方式 我們有時也會罵人 這件事有一天會審判 聖經有說到,如果我們看聖經有這樣說 凡馬,弟兄是拉家的,難免地獄的火 罵人是蠢才,難免地獄的火 很嚴重的 讓祂知道罪的嚴重 而且知道神多愛祂 當你真心悔悔,可以永遠在天堂 永遠在地獄是很大的分別 我試過有些人,家人就叫我去跟祂循福音 但那個人就不肯相信 我就跟他說,你聽我說幾句 我知道你不想相信 我現在所說的說話是應該你永遠的 真的有這個神 你真心悔悔信耶穌 信靠耶穌做你救主,赦免你的罪 你是永遠的 但如果不是的時候,你要面對你的罪 他永遠出不來,在地獄出不來是很慘的 我跟他簡單地說,你真心悔悔信耶穌 因為那個人真的很抗拒 他是直接擺手 但我都說,你聽聽我說 如果有些人願意聽我 我們更加幫你清楚 你是不是真的覺得自己是罪人 你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穌是全世界的救主 他真是為我們而死,他是神 你悔悔信耶穌就將永生給你了 你真的願不願信靠耶穌 拿著耶穌做你救主 你可以去到天堂 在身體這樣的時候 當他真心有這種心 都是一種果子 他說我願意,我真的願意跟從耶穌 這真是果子 所以我們帶領人信耶穌 就要清楚幫他知罪 知道耶穌是神 真心他信靠耶穌 他可以信靠耶穌 他可以信靠耶穌 得足救恩 幫他肯定 就是救恩的確據 就是當他悔悔信靠耶穌 他可以得足 當然,如果那個人不是臨死 我們要教他跟從耶穌 因為就算他臨死 我們都可以教他跟從耶穌 就是你繼續去 依靠耶穌 依靠耶穌已經是生命的表現 你繼續祈禱 你靠耶穌幫你 多謝耶穌 這個我們可以繼續幫他 這個已經是幫他信靠耶穌 跟從耶穌 如果普通人來說 我們要教他幾件事 你記不記得 第一就是 繼續信靠神 即信靠神的恩典 其實應該第一 是悔改認罪 第二就是繼續信靠 然後就是親近 愛神 遵從神 結果子 一樣 再說一次 悔改 認罪 悔改認罪 信靠耶穌 以及繼續信靠祝福我們 親近神 愛神 遵從神 結果子 這個都是聖經所講到必然的果子 我們以前廣告也有講過 大家講一次 第一是悔改認罪 第一是悔改認罪 第二是 信靠 信靠 就是要信靠祂做救主 和信靠祂會祝福幫助我們 信靠 相信跟從神是最好的 第三是親近 第四是愛神 第五是遵從神的子 第六是 結果子 結果子 包括生命 聖靈的果子 然後就是 事奉的果子 好 你記得 我們幫助人 清楚 知道 信靠耶穌 有什麼表現 但如果說得救 始終是信心的 不是這些行為 這些是表現 真信 耶穌就會有這些表現 尤其是臨終的病人 更加可以用不同的耶穌 比喻 耶穌所說的 耶穌所做的事 來鼓勵他 譬如 很多耶穌所說的行淫時被捉的苦人 雖然很大罪 耶穌也是射念他 有這些福音性的聖經的經文 可以用 多喜好 fáb 蜕 mar 法 預作 跟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